而另外今天大家很关注 这个案子的最新发展 那就是海基会的前董事长 郑文燦的涉探案 陶检侦查起诉了11个人 郑文燦现在被求处了12年中刑 在起诉书当中 除了据姓名遗典 除了郑文燦接受请托 跟其他被告在饭店密会 以及他收受500万的汇款之后 是怎么样护航等等的细节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时间轴上面 早在106年的8月6号跟8月22号 当时业者就在这两次当中 跟郑文燦进行了一场参序 要来请托的就是希望郑文燦 可以协助他们土地变更的开发案 而到了隔一个月9月7号 郑文燦真的召开了一场会议 甚至还邀请了台塑顾问 廖俊松这边出席发表了意见 也全部依照他们的诉求来进行财事 而到了9月14号的晚上10点 他们在市场的官邸要来跟郑文燦会面 他们当时手上拿着一个手笛载 甚至在会客室的茶桌之下 用口型还有手势比出了一个5 那当时郑文燦还回答对方说 他知道了 那也因为这样 检方也还发现说 郑文燦在主卧室的暗柜里面 也被找出了两个上锁的保冷袋 里面装有678万5000块的现招 针对于这一部分的现金 郑文燦没有办法交代来源 检察官重批郑文燦坐享为私人金库 恶行慎重 希望可以充重量刑 表情临重 前桃源市长郑文燦三进地院 却没删出 因为涉探遭收押 经过47天检方 贞结起诉 记者会后紧接着要看 郑文燦辩护律师脚步急促 因为他不只被起诉 还被求处重刑 我们认为他实口否认相关的一个犯刑 我们向法院请求 从众量刑 希望能够量除有期徒刑十二年 检方查出郑文燦接受请托土地变更案 一百零六年八月六号晚间 侯水文先来试水温 和郑文燦约在台北市某间饭店 并敲定下次迷讳 不到两个礼拜 又和相关人士在另一间饭店碰面 商讨土地变更案的细节 为了商讨土地开发案 前台座集团高层阳姓总经理和六姓父子 郑政和郑文燦相约在台北市东区的某间饭店 还表示说 如果郑文燦肯帮忙 他们也不会失礼 适隔一个月 检警持续追踪双方动态 十四号晚间 廖姓父子将现金五百万元 装进黑色蹄带进入官邸 廖姓父子把钱放在桌角 用嘴型和手势比出 无声乐舞 郑文燦则回复 知道了收受贿赂 证据明确 证信被告的台北市的某居所扣得不明的大额的资金 那总共资金的额度达到六百七十八万五千元 检方证判整起案件搜索了四十多处 传唤上百人 尽管郑文燦石口否认犯刑 还推说被他人陷害 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证据一个个被摊在阳光下 想脱身南上加南 华市新闻综合报道